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当地时间4月10日下午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访的台湾前总统马英九 这是两人时隔9年的再次会面 这次会谈释放了哪些信息又引发了怎样的反响 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 我们今天要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 台湾金门大学国际暨大陆事务学系副教授卢正峰博士 以及西密西根大学政治系教授王元刚博士 再次欢迎二位 首先我想来请教卢教授 马锡二会之后外界是从时间地点礼仪 两个人谈话的文本等等各个角度 来试图理解双方到底想要借着这场会谈 释放哪些信息 我们先从北京的角度来看好了 您觉得习近平为什么要见马英九 他想借着这次会面传达怎样的信号呢 马英九在2024年台湾的总统大选里面 希望扮演就是让蓝白的合作可以成型 这个过程当中即使没有成功 但是马英九确实也付出了很多 那这次赖金德的当选 基本上是让被认为倾向独立的民进党 打破了台湾民主政治的这种惯例 也就是他出现了三连任的这种局面 那对于过去八年来 蔡英文政府他在两岸关系的这种处理 基本上美国是支持的 那各界也认为蔡英文在两岸关系处理 是稳健温和的 但是在这八年两岸是没有 没有任何官方的这种互动跟接触 即使是在疫情结束之后 中国也没有开放他的观光客 包含团 包含自由行到台湾来旅行 但是他开放很多国家 跟他进行了免签证的优惠 那台湾当然在疫情结束之后 也允许我们的民众到大陆去观光 在六月以前甚至都希望都同意旅行 是可以组团前往中国访问 那在耐清德当选了以后 这个两岸关系还是要继续延续 过去八年的这种 我们讲是冷和平 或者是双方的这种互动 是比较比较冷却的局面吗 我想习近平在过去的这12年来的执政 对台湾的这种选举结果 事实上是证明他在处理两岸问题上 是可能在国内上是比较难以交代的 基本上是甚至有人认为是失败的 所以他找马英九 这双方都有他的需要 马英九也希望在他八年 这个也要结束他的 这种特权的这种忧郁的这种待遇 那习近平更需要在台湾的520之后 新政府的成立之后 两岸也要有一个新的发展跟互动 所以我认为他也有正面的那一个方向 也许这一次的马英九跟习近平的会面 也可以开启赖金德政府跟北京 在一些的社会或文化 甚至包含经济 甚至是政治上的互动 可以慢慢的堆叠 慢慢的升温 是 我们也会持续观察 是否真的能够开启 两岸之间的一轮新的交流 那王教授您觉得 习近平的意图是什么 我们看到这次会面 一直是到最后一刻才官宣 而且只允许非常少数的媒体进入 中国的舆论场当中 也没有特别高调的 来炒作这场会面 如果说这些反映出来 北京对于这场会面 好像热情不足 但是北京又在一些细节上 给予了马英九很高的礼遇 比如说是选择 人民大会堂的东厅 来举行会谈 比如说会谈的现场 还有其他的中共政治局常委 像王沪宁 蔡奇 陪同等等 所以王教授您觉得 北京对于这场会谈 真实的目的是什么 您怎么来解读这些细节 我想他会场上的礼遇 是给马英九做个面子 但是这次的 这个马习会的主要的一个讯息 我的解读是说 习近平想要传递的一个讯息 就是说只要能够接受九二共事 两岸的紧张就可以降温 两岸就可以稳定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他跟马英九的会 一直强调这个两岸同属 一个中华民族 一个中国 那这个时机点 他所要传递的讯息的对象 我想可能就是赖清德 因为赖清德五月就要就职了 那在这之前 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看看说能不能够说 有一个讯息能够传递出去 那所以说我们看到这场的会面 就是说双方的强调都是以这种中华民族的一种情感上来谈 所以不光是习近平 马英九也是 马英九一直谈到中华民族 然后谈到这个炎黄子孙 那所以说双方就是说 希望能够做出一个 以中华民族来做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屋顶 或者说一个架构 然后看看这个赖清德 会不会把这个球接下来 那这当然就是说 我们还无法知道 但是我们要知道 就是说马英九的立场 在台湾事实上并不是多数 就是说台湾的民调都一直 就是说像政大的选严中心 一直都有个民调 然后现在台湾人的认同 已经都超过60%了 就是说大部分60%的台湾人 认为自己就是台湾人 那双重的认同 就是认同自己 也是台湾人 也是中国人 大概只有30%几 那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 已经不到3%了 那所以说这种 实际上台湾已经发生 这种世代的交替 就是现在台湾的年轻人的 这种台湾的认同 已经越来越低了 所以马的中国情怀 是非常的强烈的 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 但是它在台湾 已经慢慢是个少数了 所以这对中共来讲 是一个警讯 那所以说中共一直想要做 就是像马这次的 这种青年的交流 希望透过这种两岸的融合 青年的交流 慢慢地培养这种 中华民族的一种情怀 但是这种 它到底能不能有效 实际上还得看看 这种台湾国内的 一个政治的演变 就是说目前台湾 这个年轻人的 这种政治认同 实际上已经跟马英九 那一代非常的不同了 是 所以台湾的民意的变化 让北京感到很焦虑 那北京又用马英九 但是马英九现在在台湾 又并不是 无论是在政治的场合 还是在民意当中 它又不代表多数 所以上一次马英九访问中国大陆的时候 也已经我们看到在台湾内部 引发了比较大的争议 所以北京想要接马英九来传递的信息 并没有在台湾社会获得正面的回应 那既然如此 北京为什么还要继续这个策略 甚至在此基础之上再加码 由习近平本人来亲自的接接马英九呢 卢教授 您觉得北京是在病急乱投医 还是认不清现实 或者是另有判算 您怎么看 应该不是病急乱投医 马英九身体健康 看起来明年 后年 它还是一样可以带领 年轻的这种大九学堂的学生 到中国的其他省份去做参访 所以这个 这个其实还是可以保留一个管道来 对台湾内部进行一个杠杆的操作 所以基本上这条路线 过去也都继续进行的很好 那台湾其实明年还有地方选举 那用地方来包围中央 其实也会给赖金德政府一个更大的压力 所以我基本上认为 在中国面临比较经济的发展出现问题 它还是希望台商回到中国继续去投资 提供更多的机会 那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操作 北京基本上是 因为毕竟这个拜登跟习近平 甚至包含美国的AIT的 这个Rosenberg到台北来 这基本上都是在进行美中台的沟通 然后马英九启动 然后赖金德开始宣布他的内阁成员 那基本上我觉得这是一个 大家都在边互动 然后并没有完全在释放一个鹰派 或是强硬的一个措施 那双方也必须在疫情之后 要让民间对接起来 是 外界也注意到 这次马锡二会的时间点是比较微妙的 中国从外部的环境到内部的状况 都面临一些困难 那王教授您觉得这种状况 是否影响了北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的立场和处理方式 刚才卢教授提到了 其实北京现在也并不想在台湾的问题上 过度的强硬 那我也看到有分析认为 北京其实有意想要缓和一下 但是又不能对着民进党缓和 因为这样就相当于是给民进党送了个大礼物 所以只能是把这个礼物送给马英九 您是否认同这种分析 我觉得目前以北京的角度来看的话 台海问题的降温是对它有 因为就像它有外部环境 还有内部的一些问题 但是说这并不是说 北京单方面就可以做到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北京在这个台海的部分 像这个最近这个海峡中线的问题 然后这个中共的军机就不断的到台湾的 这个航空识别区域里面 然后最近在这个金门附近 又突破金门的限制水域 挑战台湾的一个治权 那所以说北京也在慢慢的 也有一些升温的一个举动 但是所以说北京对台海的问题 它除了国内的考虑 它也必须要考虑到一些国际的因素 那目前以国际的因素来讲 降温是对它有利 但是它是有一个国内的逻辑 就是说它也必须要 要对这个国内有一个交代 所以这个马锡会事实上 对它来讲说是可以传递一个讯息 就是它目前做一个球 就是以这个用 虽然不见得是九二共事 但是它或许用中华民主 就是同样的一个文化 同样的民主这个角度 看它赖清德会不会 把球扔给赖清德 看赖清德会不会接下去 所以中共的做法还是这样的 软硬兼施 就是它硬的还是非常的硬 那软的非常软 那软的这部分就可以透过马英九来实施 但是我们可以想得出来 可以回想一下 就是说2005年连战跟胡锦涛实际上 连战也是扮演类似的角色 就是说软的讯息都透过连战来传递出来 那现在因为马英九毕竟他有曾经当过台湾的总统 然后中华民国总统 然后也是一个国民党的前主席 所以他有这个身份地位 然后可以跟习近平这个相当的 所以以马英九来传递这种软的部分的讯息的话 事实上是北京的这种两手策略的其中的一环 是 北京软硬兼施 恐怕也需要台北有更高的智慧 来应对这个两岸的问题 那我们刚才主要是从北京的角度来看这个件事 那从马英九的角度来看 他上一次的大陆之行 我们看到在台湾内部是引发了很多的争议 那为什么要在时隔一年之后二次访问大陆 而且这一次他的行程也很特殊 包括像参访卢沟桥 抗战纪念馆 还去了一些比较有争议的中国的企业 这些都在台湾内部引发了更多的批评 有批评者就直接说 他是在配合中共的叙事 成了北京统战的棋子 我想马英九和他的团队 应该不难预料到会有这样的批评 那为什么他还要做这件事情 卢教授您如何看待马英九的初衷呢 这个时间通常他上次去是清明节祭祖 这个是今年也是选择在这个清明 甚至在台湾是可能有一些学校 是在这一两个礼拜是 这学校是放假的 所以他才有办法拜 二十几名的年轻学生 一起随团去参访 那大家没有注意到后面这些学生 基本上也是他未来要去铺陈的 两岸的这种交流或者是未来的这个对于 也许是比较有中国情怀的这种情感的延伸 那去了这么多的景点 尤其第一个是去了深圳参访这些无人机 这种国际大厂的 这个其实是在帮中国 在这种面对科技战 或者是这种未来的这种供应链的这种调整 那马英九去参访 事实上是在证明中国也许配合习近平要的 他其实是可以在西方国家 美国用这种锻炼的方式 他可以自力更生 所以这方面是做求给习近平 因为去访问的是去中国大陆访问 那另外马英九要的 当然也是能够有马习惠 那马习惠中国大陆 在这个事先刻意低调刻意保密 主要是不希望有更多的杂音 在中国内部来发酵 那马英九的这这么长的一个 两个礼拜左右 十天左右的这个访问 基本上也获取了一些媒体的焦点 那对马英九也许在势机而动的 能够让他就这个蓝银的势力 在台湾的政坛可以有持续的一个发挥 或者是能够这种在逢地崛起而 再次在下一次的选举里面有一些斩破 应该都是他盘算的一个因素 我们听到台湾内部 其实也有一些支持马英九的声音 他们认为现在两岸关系非常的紧张 不能够缺少像马英九这样的角色 王教授您怎么看呢 这主要是因为像乌克兰战争 让很多台湾内部 就是说对这种战争的一个担忧 因为战争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 那看来乌克兰受到的摧残 是让很多台湾的人民感到警惕 那马英九也非常想要避免两岸的战争 像他跟习近平的对话 就一直强调说这个战争必须要避免 因为这对中华民族都是不利的 那所以说像马英九 他也办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说要让北京知道 这个统一之路尚未完全关闭 因为如果说北京觉得说统一 已经没有希望的时候 那就是可能动武的时候的 因为在国际政治上来讲 有一种叫做预防性战争 就是说当一个国家觉得说 未来的局势会越来越糟 他与其等到未来 倒不如说现在能打的时候就赶快解决 那像乌克兰的例子就是 就是说普丁觉得说乌克兰的中立 加入北约的问题 已经完全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 他就决定要动武了 所以说台湾也必须要知道 就是说跟北京的一个沟通管道 也是非常的重要 就是说要知道北京是怎么样的想 然后当然也要让北京知道台湾是怎么样的想 就是说这种保持这种沟通管道的一个通常 是非常的一个重要 但因为现在北京不愿意跟民进党谈 那所以说马就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说可以把一些 一些北京想要传递的讯息 可以借由马传递出来 那同时说北京也可以利用 这种台湾开放的民主制度 让这些中华民族的意识 在台湾有了一个生存的空间 所以说北京也有它自己的一个盘算在里面 那也可以只能说双方各局所需 双方都各自有一些需要的地方 然后也都可以利用这样的会面 然后达到这个双方的各自的需求 所以马英九似乎是在这场会面当中 有点这个走钢丝的意味 我们他们看到在一个细节当中 也是被外界津津乐道 就是好像马英九看似口误的 将中华民族说成了中华民国 而且他在4月11号返回台湾 接受访问的时候 又再次把中华民族说成了中华民国 所以外界就有了更多的猜测 就是说马英九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口误 还是有意为之 卢教授您怎么看呢 就重复的看了几次的影片 那过去其实马英九也有那种发言失误的一些表演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用自然的角度来看 回到台湾谈中华民国 应该是他本来就是想要说的 那只是他也许就是刚好就头低低的 刚好就把这段讲出来 所以也有旁边的这些立法人就说这是口误 那回到台湾讲中华民国 还有办法在他的这种泛蓝的阵营里面 对中华民国派的力量 才能够接受他这一次完美的 到中国大陆的访问的行程 做一个美丽的据点 美丽的结束 王教授您觉得马英九是不是口误 或者说这件事情是不是口误 真的重要吗 我觉得这不重要 只要这是一种艺术 就是说 现在已经到一种各说各话的一个地步了 那马英九对国内 也可以交代说 我有讲到中华民国这四个字 那北京来讲 他可以说那是口误 他要讲的是中华民族 所以是各取所取 事实上这是一种说话的艺术 那我觉得就是各自解读了 那对于马基尔会 美国国务院在回应美国之音的询问的时候表示 我们鼓励采取措施缓解紧张局势 并改善两岸关系 我们支持在尊严和尊重的基础上继续对话 我们仍然致力于奉行 以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为指导的 长期的一个中国政策 那么卢教授您怎么看待美国国务院的这个回应 是否算是对马基尔会 给予了一个比较积极的评价 美国现在是否真心的希望两岸关系能够缓和下来呢 美国向来就希望两岸关系要保持缓和 美国也不希望两岸发生这种激烈的对峙 甚至走向战争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 这个马英九去访问的时间 也刚好就是台湾关系法 4月10号的这个周年的纪念 那马英九要去出发之前 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 这个罗森伯格到台北来访问 罗森伯格到台北来访问不是只有跟 蔡英文赖清德见面 他也有跟国民党跟这个在野势力 甚至到立法院会见这个韩国瑜 所以基本上美国在台湾的这个朝野互动上 他是保持一个平衡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这个鼓励两岸增加沟通跟互动 基本上都是降低误判 降低这种威胁或是紧张升高 尽管马英九在出访的这段期间 中国的解放军的军机 持续有抵近台湾飞行 甚至有距离台湾南端的这个俄伦比 46海里的这样近距离 而且数量也还算是很多 所以这个中国大陆对台湾的这个施压 并没有并没有松懈下来 不过双方可能要在这种就是有军事的压力 有灰色地带的操作 还是要有一些更多的沟通 而且只要在尊重彼此 而且有尊严的互动 美国是鼓励的 说到彼此之间有更多的沟通 那么外界现在最初问的是到底应该怎么来沟通 那针对马西二会 民进党是做了一个书面的回应 说马英九此行是个人行程 不代表任何人 也不代表台湾人民 民进党说和平是两岸的共同责任 民进党承诺不变 善意不变 也呼吁中共正视台湾和国际民意 在对等尊严的前提下 与台湾执政党展开交流对话 王教授一直以来 其实中共和民进党是相互指责 对方不愿意对话 您觉得真正的责任在谁 那双方的执政党 现在还有没有对话的渠道和空间呢 我们可以先从一般谈判的角度来看 就是说一般的谈判的话 如果你预设前提的话 是无助于解决问题的 就是说如果在一般的谈判的时候 你如果要求对方 你必须要接受我的立场 那我们才能够谈 那这样怎么能够谈 那中国的预设的前提就是九二共识 你必须要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 那我们才可以谈 就是说只要你接受九二共识的话 一切都好谈 但是对民进党来讲的话 九二共识到底存不存在 它的内涵 事实上就是需要来谈的 那所以说这就双方就僵在这里了 就是说民进党认为说 这个台湾跟中国的关系 其实是要透过谈判桌上来解决 而不是说你必须要接受中共的一个预设立场 那我们才可以进行下一步的谈判 那对这对民进党来讲 就是说你先投降 那我们再来谈 那所以说双方为什么会僵在这个地方 不能说只是单方面的责任 双方的立场就是一块铁板 就是说双方也都不愿意推浪 那虽然中共它在九二共识上 它一直在字面上一直玩游戏 一会说九二共识和一个中国 那有时又说体现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 那有时候又似乎又跟一国两制 稍微把它牵扯在一起 那所以说这方面的立场上 张泰一直在这个紧缩当中 那民进党的立场也是一样子 就是说这个 他有提出说蔡英文就职的时候 曾经提出说尊重这个九二 当初九二会谈的精神 所以说他也试图想要找出一个 一个北京能够接受的空间 但是北京也是铁板一块 他也不愿意 那所以说双方就僵在这里了 那所以说台海的问题的话 很难像南北韩跟东西德的模式 就是双方至少说互相承认 互相平等的 但是因为北京的立场 所以说南北韩的模式 跟东西德的模式 在两岸之间是没有办法适用的 但是双方如果能够 这个解放一下思考的方式的话 事实上这个两岸的问题 并不是说只有一条路而已 事实上有很多的这种不同的可能性 那就是说必须要说把一条路 这样子弄得这样紧紧的 那变成说现在两岸的就是一个僵局在那里 是 那打破僵局的话解之道在哪里 我们有一位叫做Rader Chinese的一个YouTube的网友 给我们留言说 马英九只是一个过期的政客 在台湾政坛的影响力日渐示威 那么此次大陆行只不过是马先生年纪见大 利用其与中共大陆的关系 去大陆旅游 那马习二会用中共的意图 利用其来作为统战工具 未免小财大用 那么马英九大陆行在台海也掀不起大的波浪 但是民进党可以把它作为 与大陆的紧张关系的一个缓冲 我想听一下卢教授您怎么看 就是说刚才您说到民进党执政八年 两岸没有官方的互动 所以在这个时候 民进党是否也可以使用像这个 这个马英九或者是类似的这样的人物 来做一个沟通的渠道呢 所谓的刚才王教授说的要打开思路 您觉得应该怎么打开思路 基本上中方都在尝试 所以事实上马英九要去 中国大陆的访问是要经过 经过这个批准的 也就是说必须要事先来报备 所以他的整个行程 政府应该也都是有掌握的 那去的人不是只有马英九 去的人还有很多的学者 还有马英九的幕僚 那这些人回来之后 他们在北京见到了习近平 见到了王富林 见到了蔡奇 这些人也许都有相关的会谈 那回来以后 也许学者跟学者之间 会在研讨会里面 在学校里面会互相的激荡 会互相的找出一些 也许将来可以让台海和平 或是稳定的一些方案 在这里面产生 所以就是把讯息带回来 然后再去看看哪些东西 台湾是可以接受的 哪些东西是对方也有迫切需要的 然后再去展开下一步的呼唇 是 好的 非常感谢卢正峰教授和王永刚教授 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 谢谢二位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 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